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 我们前面开始讲了为师之道 上个月,我们停了将近一个月 也是跟大家致歉 因为刚好活动比较多 尤其参与老人家元吉周年的纪念活动 我们时时不忘师长老人家教会 他老人家就时时在加持我们 秘中讲三根本 上师就是加持的根本 所以我们不能足相了 佛陀涅槃是让弟子生起警觉 更加珍惜佛陀的教诲 他就得真实的利益了 老人家也是效法佛陀 所以老人家元吉之后 我们应该学习得更精进勇猛 所以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关照的 那师长有讲 学四书是学做人的 四书五经 学做事 甚学根是根的 学做人 那论语 学做事 我们在五轮干系当中 怎么相处得好 我们都希望在五轮关系当中 能够利益到 亲戚朋友 利益到对方 但是我们也要明理 不然越棒越忙 就像我们当老师 本末先后是什么 我们要清楚 不然假如我们当了一辈子老师 舍本足末 本末道志 虽然很尽心尽力 那达到的效果 就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个 我们当父母当老师 父母也是孩子 人生第一任老师 我们可以很冷静的 来观照 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 哪一代的父母老师 花最多的时间 教孩子 教学生 哪一代的效果 最不好 我们走过的路 都能反思反思 不能只是 蛮力地干 总要回头看看 总结总结 经验 总结总结 效果 很可能我们花的时间最多 效果最不好 所以古人这些成语 都在提醒我们 不能本末道志 所以就像我们从事教育 要依孔子的教导 福效 福效 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道德的根本 教育就要从效 开始教起 我们忽略了 孔子这些教导 那就四倍功半 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所以学四书五经 尤其学论语 对于我们把五轮关系 能够经营得更好 这个是很有帮助 那我们上一次 进入第二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为师之道 是要沉传道统 第二个部分 师之心境 首先第一个呢 要立志 我们上一次提到的句子 孔子跟弟子子路 沿回在一起 孔子问了 何各言而治 那子路 他的志向 他 众义轻力 他很讲道义 他说 愿车马义轻求 与朋友共 古代有一台车马 那是很有物质条件 是很高级的 他的财富 他很慷慨 可以借给朋友用 这个诸位 同道 你们的 宾室跟宝马 喜不喜欢 借给别人用 这个句子要拉回来 自己的生活 这个解形才会相应 假如不愿意 那就有可能 我们在这些物质当中 会越来越有占有 越来越吝啬 这个衣轻求 很好的 皮衣 可以跟朋友共享 坏了 他也不遗憾 这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时候 那言回是说了 愿无乏善 不去炫耀自己的善 无失劳 就是不失劳苦 与他人 就像地质规说的 代弊谱 身贵端 你虽然处在 领导的位置 老板的位置 但是能体恤底下的人 不让他们透支 在请他们帮忙的时候 都能设身处地 考虑他们的情况 所以像论语另外一句 讲到了 使命以实 让百姓来参与公共建设 得要他们不忙的时候 不浓忙的时候 那孔子讲出来 他的志向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他为天下着想了 老人呢 都能安详晚年 用我们学乳师道 都能安下心来修道 都能安详天伦之乐 都能往生安乐国 老者安之 因为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我们都希望 得人生 闻佛法的人 不要再搞六道轮回了 有这样的志向 朋友信之 朋友 相处 属性用 属性用 诚信 不欺 同辈之间都应该这样 夫妻之间 互相信任 兄弟姐妹之间 互相信任 少者怀之 年少的人 都能得到 长辈的爱护 摘培 摘培 因为 清出于蓝 胜于蓝 下一代 比我们这一代强 我们才有希望 尽力摘培 下一代 一个当老师的人 都要有远大的志向 他会很积极地去摘培 人才 因为有人才 才能成就这一些事 孔子在李运大同篇说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 举能 讲性修目 这是他所追求的 一个人生目标 他都要有人才 所以 我们在家庭当中 要为家族 跟社会 培养人才 我们当老师 要为 下一代 培养人才出来 好 那 为师的心境 我们看第二 使命 责任感 我们翻到 200 讲要264页 只曰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那后面提到 孔子的担忧 讲要 倒数第二句 有提到 孔子讲这句话呢 是勉力学者 就是 他这些学生呢 免学者之词 因为 因为 假如学习的人 不修不讲 不洗不改 那就 教不成 所以圣人 引以为忧 代表 老师会担忧 学生 不在这些方面 用功了 那当然了 我们可以想象了 孔子在勉力 学生 在这些方面 用功啊 他自己一定 以身作则 他一定 也是这样 用功夫的 假如我们 当老师 在这些方面 没有用功夫 去劝别人的时候啊 感觉底气不够 我们当爸爸妈妈 当老师 当领导 有没有曾经 感觉 讲话有一点 底气不够 有点不好意思 那这种感觉 我们就要更 自我期许 我们常常用 菩萨四德 其中 威夷住持 有责德 是身教 柔和直直 设身德 是严教 身教排在前面 这个讲话 接着柔和直直 设身德 才有底气 大学里面说的 君子有诸己 而后求诸人 我们有这些优点 才好去带动 孩子还是学生 无诸己 而后非诸人 没有这些缺点 我们才好去 互念孩子 学生 改掉 这个都是 知所先后 不能颠倒了 那当然 老师很用心教我们 我们还让老师担心 那我们当学生 也不应该了 所以一个人成熟 首先表现在哪 表现在不让父母老师担心 因为父母老师对我们恩德最大 我们应该报恩都来不及了 希望能多给他们分忧解了 不愿意让他们多担心 这个是成熟的表现 所以成熟不是身体长得很大 年纪很大 就成熟 不见得 传统话中食指 不中形式 有些人 有些人很替人着想 他可能才二十岁 他就老成持重了 有些人都五六十岁了 常常耍脾气 很情绪化 那这个也是不成熟 那孔子会提出来 学生不在这些地方下功夫 他会担忧 也代表这些地方是修学的重点 首先提到了 德之不修 德者乃人所固有之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明德是我们本有的本善 用佛家讲我们本有的性德 这个心出动时 我们自性本来是 不动的 你们有听到飞机的声音 动了 这个心开始飞出去了 我们修学 首先很重要 要先认识真心 你认识它 然后我们现在用功是什么 要恢复真心 你认识清楚了 你就知道怎么来恢复 那认识真心 六祖大师 六祖大师开悟那二十个字 帮助我们认识真心 何其自性 本自清静 本不生灭 知道本不生灭 就不怕死了 本自具足 就不自卑了 本不动摇 我们真心不动 所以心出动时 这叫忘心动了 真心是不动的 忘心出动时 能够绝照 绝知 由未施其明 大家感受感受 比方说 我这个火快上来了 我观照到了 这叫绝知 赶快怎么样 阿弥陀佛 红明正章自性 一念佛 正念现前 这个称恨心就污染不上了 因为它是忘心 忘是假的 虚忘的 你不把它当真 它就障碍不了你了 所以要觉知 由未施其明 假如没有觉察 这个火上来的 都没有察觉 甚至 这个火越来越大了 妄动了 这个魅仪 火气一控制不住 爆出来了 根本过不了 结果如何了 可能就发了一个大脾气了 可能家里就失和了 可能这个事就黄掉了 所以古人说 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 发一个鼻气 事情搞得很难收拾了 你就得去处理善后了 那就魅了 魅了明德了 那魅者转为凶德了 固须修之 要把它修正 使父其名 那这个什么时候修正呢 不怕念起 只怕绝齿 念头有偏了 就要修正了 所以大学 有一段教诲 身 有所奋志 不得其正 所以只要情绪上来了 就赶快调整了 最好的调整方法 就是念佛 念佛即是自心线了 就不随着这个习气走了 有所恐惧 则不得其正 诸位忍者 大家最近有没有担心的事情 那就不得其正了 你在那担心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头有点晕晕的 看什么事情 好像有点 有点看不清楚 有点事茫茫 因为你心里有事 看事就不是很清晰了 心里有挂碍的事情 这个时候要放下恐惧 这个都是修正 有所好要 不得其正 你很想 要吃什么 要穿什么 你就会被它控制住了 你们有没有经验呢 看见一件很喜欢的衣服 然后回到家呢 一直在那里想 没有买啊 睡不着觉 隔天又跑去买 你看那个好要就控制住你了 整天在那里想 啥事都做不了 像我以前喜欢吃巧克力 好像没吃啊 就一直在那想 干不了事 后来非得吃一吃了 才肯去干事 这就被它控制住了 我已经改了 大家不要买给我 我是for example 我们出家人的戒律 不能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喜欢吃什么 这是饭戒的 你看佛考虑这个考虑得很细 出家人要帮助大家办到 一心向道 不要再把人家的心分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所以有一次在饭桌上 有一个同修就说 老阿上最喜欢吃小米了 老阿上马上看着他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吃小米啊 大家要知道 假如传出去说老阿上喜欢吃什么 马上这个住的地方 那个东西是堆满 所以这个 有所好要 心就不得其震了 当然了 现在假如真的不吃巧克力会睡不着 还是先吃一点吧 不然会延伸出明天工作 没精神的问题 慢慢淡 慢慢淡下来 你总要知道 不要被他控制住了 再来 有所 忧患 担忧了 就不得其震了 所以这些句子都是帮我们 修正 自己 错误的心态 才能够 恢复 真心的状态 好 那这些 都是在下明明德的功夫 我们心念一起 贪嗔痴的 马上 不怕念起 只怕 咳嗣 那你这个警觉性越来越高 慢慢这个贪嗔痴啊 就不起作用了 明德啊 就 慢慢就拖出来了 好 学 是学术 必须讲究 我们常常说要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所以求学问要讲究啊 要把你搞清楚啊 你理不明啊 就不知道怎么做 好 那 我们常说要理事圆融 所以我们在求学问的时候啊 不能出现执着了 不能直理废事 或者直视废理 所以在听经文法的时候啊 这个理事要领纳的圆融 不能有偏执了 所以要长期勋修啊 把理搞清楚 搞明白 那比方 有时候会直理废事 老和尚说 要放下 那 就有同学说 去跟老和尚说了 我什么都放下了 他把工作也迟了 家里也不管了 什么都放了 在直理废的事了 老和尚说 我叫你心上放下 没有叫你心上放下 心上没有障碍的 那 也有 同修 比方说啊 听了老和尚说 你给人家念一句阿弥陀佛 让人家听一句阿弥陀佛 帮他阿赖耶士里面 种金刚种子 他听了这个理了 结果他隔天 坐在公车上 他就把佛号 开得很大声 整车的人说 这个人在干什么 一看学佛的 哪一个到场的 麻烦了 人家说 这学佛的人 都不尊重别人了 佛号放那么大声 你看他直理 废了四了 人一执着啊 就缺乏一种敏锐度 你那个场合 你要去敏锐的感受一下 你不能为了 帮助他们成佛 一立而登 永违到走 有啊 我们有同修 一听老和尚说要理浪啊 结果他在那等公车啊 公车排得很长啊 结果他排在第一位啊 看到有人进来了 有人要来坐车了 他就理浪他 排在他前面 结果后面的人就骂了 你看他直这个道理 要理浪啊 他就顾不到啊 当下的局面啊 你看后面有人都 等了很久了 你就让那个刚来的人 就让他插队插在第一位了 引起公愤了 所以一直成病啊 人一执着的时候 有时候就顾及不到 方方面面的 还有这个执事 执事 执的事情啊 费了理了 比方说我们做早晚课 每天都没有间断了 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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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行事了 就没有受用了 早晚课的用意是什么 早上提醒自己 晚上反省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你执在世上了 早上说的 早上骗佛菩萨一次 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 包含 这个 我们定每天念一万声 你不能执在这个世上啊 念佛的目的是什么 习定啊 修戒定的功夫啊 慢慢妄念少了 佛号多了 智慧就会彰显出来了 而且念佛啊 是调伏妄念 最好的方法了 那我们本来目的是要习定了 那你这个念一万声呢 都在那里赶速度了 那就念得心很慌乱了 根本就达不到习定了 这直视费礼了 那越念呢 功夫越退步 为什么 口念弥陀 心善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大家有没有念过 追顶念佛 你看是啊 人家都在追顶念佛 就执着啊 都这么念 那追顶的目的是什么 它速度很快啊 让妄念进不来 结果我们在那追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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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念的那个心脏 都快跳出来了 这个就直理费的事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你要懂那个理 不然你着在那个事上 你越修就越执着了 所以为什么 学问要讲究啊 就是你要多熏习啊 明理啊 不然会学偏啊 学直了 我们这个执着啊 还有走行事啊 很习惯啊 还没学佛语前 就这个习惯了 你一不注意啊 它就冒出来了 做表面功夫啊 像我是在大都市成长的 就比较功利啊 给予求成的 就容易表面功夫给人家看 虽然学佛了 还没学以前这二十几年 这些习惯都要把它改掉才行啊 我也曾经跟 这位 同修分享过啊 成德母亲 她念一万声 念了好几年了 刚好我们在交流的时候 我问了老人家一句话 你有没有越念越想念啊 当下老人家认了一下 陷入沉思啊 她每天就想着一万一万 到了到了 那一万也是执着之处啊 应该是什么 你念的越来越相应了 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一有时间就想念 把念佛摆第一 相应才 才重要啊 你不相应啊 都走行事了 不得真实利益啊 好 文艺不能洗 文惜傲益啊 当 天洗之 如意而行 意者 以也 这是中庸讲的 以就是事宜啊 就应该做的 我们常说五轮实意 那个意就是 本分 复辞子孝 辞就是 复应该做的 孝就是 子应该做的 胸有地公 有就是胸应该做的 公就是地应该做的 这个都属于意啊 我们 照着这个意去做 说实在的 照着意去做啊 也是 顺着我们的 明德去做 好 这里讲到啊 也有把这个喜啊 做从 也可以 听了 意了 就马上 遵从 去做 不善 不能改 不善 是过 我们看 讲要说的 贵能改之 我们不善 不去改啊 就空过了 而且不改过啊 这个过啊 会增长啊 是吧 就好像身体有病了 你说我今天不治了 不治它会恶化啊 所以古人说 学如逆水行舟 不静 则退 而且要用于改过 所以学圣教啊 两件事 知过 改过 都在这几个方面 下功夫 好 那孔子也都督促学生了 好好下这些功夫 好 我们再看呢 师之心境 第三呢 沉静谦虚 古人说 满朝损 千寿意 《易经》六十四卦当中 只有一卦 六窑 都是吉祥 千卦 六窑 皆吉 那古人也留了很多话 提醒我们 这个少年得志 大不幸 他年纪很轻啊 有成就了 他容易致满 就不容易谦虚了 所以 所以荀子说 百事之臣 必在静之 很恭敬 其拜也 必在慢之 一傲慢 拜相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看 我们看企业界 统计的数字 我听说 现在比这个数字 还少了 中小型企业 平均2.9年 大型企业 平均7到8年 这个都是因为 有了一些成就 慢性起来 很快就拜了 那我们看 261页 子曰 素额不作 性额好骨 切比与我老蓬 那我们 这次学习 我们不中这个 迅姑 我们中义礼 我们看第四行 老子 为这个依习 老祖要出这个 函谷官 有人向他请法 应该是这个依习 他跟他谈 荣臣氏所说五千言 荣臣氏是老子 老师了 所以证明 素额不作 所以则老蓬 当为老子 素额不作者 叙述前人之学 而不自己创作 所以素额不作 就不傲慢 我们看佛 他说佛佛道同 经佛如古佛之再来 他也没有自己的创造发明 这个是对字傲慢 性额好骨 这个对字怀疑 不能怀疑古人 信古人之有道 好古人之 朴实则也 我想到 当时候老和尚在香港 有一次 企业家论坛 当时主持人就问 师长 有人说 传统文化有糟粕 你老人家怎么看 师长回答 是有糟粕 我当时坐在第一排 有点 惊讶 老和尚怎么这么说 接着老和尚说 他们看不懂 就说有糟粕 接着老和尚进一步 说到了 这经典里面的教诲 经过了几千年了 古人的心比我们亲近 欲望少 亲近新生智慧 假如真的这些 经典里面有糟粕 古人早就看到 把它调整 轮不到我们 这些古人都很朴实 很寡欲 这里提了 例如 先敬于礼乐 也人也 这个我们可以翻到 437页 讲要 因为这里引到了 先敬第十一 第一句 子曰 先敬于礼乐 也人也 后敬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则无从先进 我国自古称为礼乐之邦 礼上恭敬 乐上和平 而礼乐 两者都是以人为本 人爱的心为根本 然礼乐 往往因时 因人而演变 此章的意思 古著有很多 那我们 采一种解释 先敬于礼乐 是在孔子以前的时代 学礼乐者都很朴素 看起来是乡也之人 很朴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比方说 刚好到乡间 接触一些百姓 你看他的穿着很朴实 不是穿西装打领带 好像 很有理解 但是 你跟他交谈 他很温和 很善良 那可能都市里面的 他跟你应对礼节 做得很好 但是不一定很真诚 所以这个 孔子以前的时代 学礼的人 朴素看起来是乡也之人 厚敬于礼乐 是孔子 当时 学礼乐的 者 不像乡下人 那么朴素 其人言行 注重文事 注重外在的 这些 修饰了 言语的修饰了 看起来是君子 但是讲到实用 孔子则从 仙境的礼乐 因为 仙境 游静古风 就是孔子以前 这些学礼乐的人 比较 朴素 不失人本 刚毅木论 静人 你看言语还有点迟钝 不失人本 可使风俗归于 纯朴 我们也有亲近 在乡下里面的百姓 都会被他们 这种 好客 很为人想 所感动 好 所以这里说 也不失其真 故用之 则从 先进 怯彼于我老鹏 者 自彼于老鹏 这个 我老鹏 加一个我 是有亲切的意思 我的老师 感觉很亲切 老子但树 容成事之言 只叙述他老师之言 所以孔子 以老子 来比喻自己的心境 孔子也是 在中庸里面 有讲 祖树 遥顺 献章 文武 所以他也是 沉传 遥顺 与他 文武 周公之道 这看出 孔子非常 恭敬 古人的教诲 我们再看 三百一十六页 子曰 文 莫无 犹人也 公行 君子 则无 为之 有德 子曰 把它合在一起 若胜 与人 则无 其感 亦为之 不厌 毁人 不倦 则可谓 云耳 以以 公兮 华月 正为 弟子 不能 学也 孔子说 到了 这个文是指 文章典故 莫 是勉强的意思 孔子谦虚地说 论及文章典故 无勉强 犹如他人 我勉强 跟他人 一样 若言 所为之事 自己所做的事 都和君子之道 公行君子 自己所做 都符合 君子之道 则无 未能也 未之有德 我还没做到 所以孔子 自谦 自己连君子 都还没有做到 我们从这些句子 感受到 孔子是自圣 但是他很谦虚 得比于上 则知识 我们德行 要跟孔子比 老和尚教导我们 学佛 就学释迦牟尼佛 学乳 就学孔子 学道 就学老子 以三教圣人 为目标 那我们看到 孔子这么谦虚的 我们要 起而效法 下一段提到了 讲要 这一段第四行 孔子又谦虚的说了 若圣与人 这个气入仁爱 这仁者 这个我还达不到 那 公西华 说到了 不厌不倦 正为我等弟子 学之不能得也 就是我们弟子 都远远不及了 都是我们要 效法夫子的地方了 其实我们体会看看 一个人能学而不厌的 他一定有智慧的 好学静乎智 学习不厌倦 欲罢不能 每天都神教古人 你看孔子都常常梦到周公 诸位仁者 你们有没有梦过孔子 很惭愧 我还没有梦到 有梦到老上几次 这个都会感应的 那学而不愿 一定有智慧 毁人不倦 这是很慈悲 很有耐性 所以其实孔子是 又有智慧 又慈悲 但是他很谦虚 所以我们看三百一十八页 第三行说的 孔子是智慎 然不但不敢 智名 圣人 忍者 甚至君子之名 亦不智许 谦得如此 所以能为至圣 后面这两句很重要 谦得是因 至圣是果 所以了凡世君说 谦得受教有地 一个人谦虚的 他就接受别人的教导 别人的规劝 取善无穷 他的善能够不断地提升 你看孔子 他的谦德 三字经里面也说到了 习仲尼 诗相陀 相陀才七岁 七岁的孩子 他懂的 孔子不懂 孔子向他学习 他是圣人的 你看他这么 情学 所以师长常说 福在受见 我们能谦虚 我们能谦虚接受别人的提醒 这是有福报的人 毕竟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好 这个是 提这些句子 彰显 彰显 孔子 沉浸 谦虚 好 看看今天谈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要探讨的 好 那我们 刚刚提到 孔子 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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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谦虚 我们想到 中庸 有一句教诲 孔子说 君子之道是 某位能依焉 这个君子 他的修养 展现出来 有着 其实是树道的精神 有着识点 但是我一点也没有做好 所以一开始 孔子很谦虚 所求乎子 以四父 未能也 我们要求儿子的 我们首先 先完全 做到 对自己的父亲 你再去要求孩子 这个就是树道了 我们今天要求孩子孝顺 我们自己对父母不孝 那孩子心里就不服了 你自己又做得不好 所求于尘 以四君 我们要求下属的 我们自己对上师先 完全做到 不然下属也不服 为人也 而且说实在来 当我们做到的时候 也不能苛求于人 因为中树嘛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所求乎弟 以四兄 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 先师之 未能也 那这些句子 也很值得我们 反观 因为子贡 很会问问题 问孔子 有一个字 可以终身立行的吗 当然 是修养德行 最重要的一个字 孔子说 树 其树夫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我们 随时要有 这个树道的心 那 我们希望 朋友理解我们 我们先要理解他 先师之 但是容不容易 我们有时候 在这个五轮关系当中 容易挺计较的 他先理解我 我就能理解他了 他先道歉 我就道歉了 都在这些 静缘当中 都不能先师之 都会动 情绪 都会要求 所以 学传统文化 学理智 理智啊 理智的人 别人 对不对啊 不是最重要的 首先 我自己要做对 我自己没有做对啊 我没有资格 讲别人啊 中庸也提醒我们 正己而不求于人 则无怨 我们做好自己了 又不苛求别人了 别人不会怨我们 甚至于会被我们感动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 别人会怨我们 我们没有正己啊 又要求别人了 他心里更不服气了 你还说我 五十步笑百步了 所以这一段话也是 勉励我们 行述道 好 我们看呢 师之心境的第三点 师徒如父子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标题 诸位仁者 假如是当老师的 我们有没有效法孔子 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啊 都以孔子为榜样啊 孔子是我们当老师的鼻祖 我们跟孔子同行 予有荣烟啊 我记得有一个女同事啊 她教学 她跟我分享到啊 她曾经在教学的时候啊 对某一个学生呢 快没有耐性了 她也察觉自己的情绪上来了 她转了个念头 她说假如这个学生 是我的儿子 我会怎么做 这个念头一转了 她这个气下去了 正念线前呢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平等爱护 爱护自己的孩子 跟爱护学生平等啊 这个老师的慈悲力 就越来越强了 这个师徒如父子啊 我们看四百四十七页 这个严冤死啊 门人欲后葬之 只曰不可 门人后葬之 只曰回也 是于由父也 于不得是由子也 非我也服二三子也 这个门人呢 是孔子的弟子 也就是颜子的师兄弟 他们要以厚礼 葬颜子 孔子不许可 但未能阻止 因此感叹说 回待我如父 而我不能 待你如子 使你伤脏不合理 这不是我啊 而是由你的师兄弟造成的 所使难啊 这里引了礼记当中 谭公上篇 谭公上篇记载 这个子游呢 问商据 子游来请教孔子 来办以颜值 来办以颜值的 伤势 要用哪些东西 孔子 达之 秤家之 有无 我们地 指挥处 以贵节 不贵华 上寻分 下 秤家 以你家庭的经济状况 以你的社会地位 这个 不能了 这个打肿脸 冲胖子 所以家里富有啊 也不能于理后葬 还是要遵循理 无财 则不可以被理 没有钱财 那个理还很过了 就有点 打肿脸冲胖子 颜值 加贫 而且他又没有当官 你后葬啊 就不 合理了 变不合理了 孔子不许可 孔子虽然很爱这个学生 但 他爱他的方式 实为 爱之 以德 这个爱之以德很重要 我们真懂得 爱护别人吗 真子啊 临终的时候 病得蛮重的了 他两个儿子在旁边 还有他一个仆人 结果这个仆人 就说到了 就提醒真子 他现在躺的那个席子 不符合他的身份 那是大夫送他的东西 他也贵重了 可能真子也会考虑 到时候那么多人来看他 他走了 来看他一看 不合理了 他一生在教学 所以赶紧交代两个儿子 把我换席子 他病那么重了 所以两个儿子 父亲不要换了 你都病成这样了 真子就对儿子讲了 你看人家这个仆人 爱我以德 他在护念我的德行 他让我手里 你们爱护我 是姑息 是吧 所以我们 情子动的时候 可能都用姑息 不是真正爱护对方 所以有一句话叫 慈母都败子 你看这个妈妈 很爱护孩子 可是孩子有错了 都掩饰了 不让他的先生知道 爱人以姑息了 这就会害了对方了 所以孔子爱他的学生 爱之以德 奈因 言子之父 言路 做主 因为毕竟 言路是言子的父亲 人家是家里办伤事 师徒 虽如父子 毕竟不是父子 终于不能 指其后葬 所以 致欠 感到很抱歉 而又责备门人 责备他的学生 其实是言路做主 你看圣人 都是责备自己的人 没有去责备 言子的父亲 这里面都有 得恨 都很含蓄 都有那个 不忍 说人家的不好 这个是师徒 如父子的出处 我们再看一下 孔子跟炎子的 这种情谊 463页 只位于 匡 言渊厚 只曰 无以辱为 时矣 曰 只在 回何敢死 这个位呢 是被围困了 在匡地 被围困了 所以孔子在匡 被匡人围困 后虽脱险了 却与弟子失散 远远落在后面 最后才赶上来 孔子一见 便说 我以为你死了 言渊说 老师在 弟子 怎敢死 这个是完全知道 老师 老师 要做什么 老师对这个时代的重要性 所以孔子知道 言止不会死 无以辱为 时矣 是一时欢喜的 反义词 脱口而出了 言止说 只在 也是知道 孔子不会死 所以说 回何干死 孔颜 师 还有弟子 相知之身 由此可以相见 言止之道 孔子的使命 他是要沉传道统 你看孔子 也自知自己的使命 天之未上 师文也 宽人 其辱于何 上天靠我 要把道统传下去 任何人 伤不了我 所以 这个 弟子 很清楚 老师 重要性 他要做的事 那当然这一段 拉回来我们身上 我们要很清楚 师长 他的志向 师长 对这个时代 以及对后世的重要 那我们就会 以师志为己志 好 这个是 师徒如父子 我们看有一个 同修举手 妙因 忍者 请你开麦 我已经给你打开了 感恩 称德法师 感恩各位老师 好 请坐 好 谢谢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想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我是在国学堂工作 国学堂安排我一个星期以后吧 要给那个小学生啊 讲论语 我想请教一下法师 一个多星期 我想怎么样才能够尽快的 气入到这个论语的 这个境界里面呢 惭愧啊 这个你每天要礼拜孔老夫子 自诚感通嘛 那当然呢 你那个一心成就 学生的心要发出来 那你就跟孔子心心相应了 他老人家可以加持得上 当然对论语的内容要熟悉 多读诵 那讲学呢 强调契机 契礼还要契机 所以在讲解的时候啊 贴近 这些孩子 这些学生 他的整个 他的学校生活啊 家庭生活 包含结合 社会的一些事情 来开解 理事 园容嘛 把那个理拉到 现在的 他的生活情境上 社会状况上来 他比较能理解 好 提供你做参考 感恩法师 感恩 祝你法体安康 亲相如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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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祝福啊 我有胖 胖一公斤 应该有了 那很好 谢谢您 大家有没有看我脸有胖一点 有有有 好 好 我们 谢谢 好 谢谢 好感恩 感恩 陈鸿 陈鸿 忍者 有请 好 深敬的 陈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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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 好 非常高兴 这是 呃 又在 网络上碰到 法师 就是 之前 法师在香港的时候 呃 刘老师给了一张票 我觉得 亲 亲 亲身 现场 第一次见到法师 也聆听到法师的 讲座 然后感觉就是 非常受益 然后这个 密度很大 其实我还在消化中 就讲了很多东西 可能还需要 实践 对 实践和这个 消化 所以我觉得很受益 首先非常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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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 呃 我就想提 呃 有两个问题 我想提一下 啊 对 就是 呃 我现在在 香港大学 呃 这个读佛 呃 佛学研究 对 然后已经快别了 然后呢 其实就碰到一些问题 就觉得 嗯 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就是你读 这个宗教 或者 呃 国学 其实是挺难找到 就是相应的一份工作的 呃 就是而且即使是像这种亚洲的这种 呃 一流大学 其实都很难 其实都很难找到真正相应的工作 就这样 即使有这个机会也比较少 然后就算有可能这个 呃 这个道场可能也不一定和你 就是比较相应 然后加上呢 就是可能这个工资方面 其实都是比较低 呃 所以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其实我就想到 呃 就对于年轻人来说 到底是 是否就是 呃 合适这个 做一些比较全职的这种 我就说 我就觉得可能很多 他可能没有信仰 就是尤其在大陆 可能没有信仰 那他可能他的这种 胸怀和格局 就 远远超过很多信仰宗教的 就是 所以就是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 我感觉 在一些 呃 就说一些可能社会团体 有时候可能更历练一些 呃 一些 呃 可能会更锻炼一些自己的能力 说的时候 感觉有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想请问就是 呃 包括就是法师就在的汉学院 其实可能很多 BSN也是想就是 出来弘扬国学 但是实际社会的情况 就是 其实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所以我就想请法师开示一下 就是给也给大众开示一下 就说如果 确实是 有心想弘扬 又读了这些 这个 这个宗教国学专业 这个 这个未来的工作 底下到底是该如何走 会比较好 啊 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啊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现在的这个师道的话 就是基本 就是我在大学的感受 可能就是现在老师其实是相对职业化的 他可能上了一个学期都不认识自己的学生 就是这个我现在可能都会出去 然后所以就说如果如果学生就是 而是老师为父的话 那可能可能 首先老师可能不一定是学生为止 说实话 然后第二个就是 呃 该如何和这个经文能够比较好的原谅 啊 呃 好 好 好 我就这两个问题 还你做 好 好 好 谢谢 陈宗提的问题 好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 找工作啊 人生是以服务为目的 服务为目的 所以你觉得你做什么事啊 真正能服务人 能让人家受益 这是你选择的行业 好 那至于收入呢 那就是你命中的福报 好 你命里有福报啊 你卖红豆汤都可以买好几间房 房子 好 所以这个了凡事讯呢 这个讲得很清楚 好 好 你看中文戏 不好找工作 也看起来是一个社会的现象 其实读中文戏啊 假如都是读经典啊 那你的胸怀要跟 这些圣贤人慢慢慢慢相应啊 假如读了中文戏 都是想着 只是自己的收入啊 那这个性量就不够大了 那这个性量就不够大了 读了圣贤是名不辅实 反而没有福报了 好 刚好 我这一次回 冯甲 他们学校老师就让我勉励勉励中文系的学生 因为他也说到啊 这中文系毕业了 不好找工作的 纵使找到了 薪水都比较少啊 后来 我就跟他们说了 21世纪啊 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忧郁症是心病啊 要心药医 心药在哪 心药在经典里面啊 无量寿经说 为众开法障 广施功德宝啊 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深 现代人 为什么古人说 子孙虽语 经书不可不读 他不深入经藏啊 他没有智慧 他人生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啊 越来越痛苦了 所以重要的是 得把他学通啊 那中文系把经典学通了 那可能是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人了 那个道圣和夫 你看他 事业那么成功 人家问他 你跟谁学的 道圣和夫说 我跟你们老祖宗学的 以前为什么会有 灰伤 静伤 大家知道为什么 就是以前读书人 考功名不是很顺利 但是毕竟呢 他读了那些圣贤书了 他改行 先不考了 做生意 他把这些经典了 用出来了 他有所成的 所以应该是学中文 你真正用心了 要不你留在这个领域 教学 当然现在传统文化单位不少 都缺老师 你真正学通了 人家一定很欢喜来理解你 甚至于现在很多企业 其实当老板的 只要不把传统文化融进去企业 他当领导压力也很大 所以 假如你学通了 那你在企业界也可以把传统文化融进去 它可以建立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无形 潜移默化影响每一个员工 就好像一个家庭里面 你的家风随时影响着每一个人 它无形 但是它是最重要的 你看一个企业不要说 它现在资产有多少 有时候 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还重要 你那个全球 排在前面的 你只要那个文化不好了 高层都建立旺益了 有可能一个就把你的公司给搞倒了 所以其实现在 从个人身心家庭到企业团体 都非常需要中国经典的智慧 但最重要要把它学通 好 当然假如你要选择全职做弘扬文化的导师 那要以佛陀为榜样 要以孔子为榜样 安平乐道 孔子是 泛书时营水 屈公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以 当然了 你一心为众生 那你是有福报的人 应该生活 没有困难 你看老和尚就给我们表演出来了 他最后财富都自在了 不缺财富 所以人一生 你到底要追求什么 自己心里要很清楚 我们假如不清楚 我们也很容易受 社会一些风气 说法的影响 那再来 你刚刚有提代了 现在的私生关系 那假如学生 把老师当父亲 言听计从 就是现代的这些私生关系 我想 师徒如父子 这个不应该因时空而改变 别人做不做 这个我们要求不了 我们要求自己 那 但是也是用理智啊 比方说 我们向老师学习 也不能是情子啊 也是要 佛陀讲的 是依法 依法 不依人 我们当学生 我们为自己的法身 会命负责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我当然也是要很慎重啊 而一个当老师的人 也要把 依法不依人 展现出来啊 我们今天 遇到很信任的学生 对我们言听计从啊 我们也是战战兢兢啊 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啊 我们是怎样 引导他 依照经典 引导他 依照明师 受戒 师长这么给我们表演啊 大家 静下心来去观察 老师上每开 一段道理了 很自然的 所以啊 华言经告诉我们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所以任言经告诉我们 随众身心应所之量 师长给我们展现 一经典 大家观察一下 孔子在孝经里面 没讲完一段 都是影诗经啊 影上书啊 你看第一段 讲完了 这个诗云 无念而主 欲修绝德 你看天子章 马上 辅行云 一人有庆 照明赖之 你看诸侯瞻 最后 诗云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不兵 所以这个 成功忍者 你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 当老师 我们就守住 数而不作 幸而好苦 不知道刚刚这个回答 你有没有其他的思考 或者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看法 可以再提出来 您举一下手 我给你开卖 这个陈宏 要不然我找得到你 好 可以 好的 非常感谢 法师的开示 非常感谢法师的开示 对 然后 也很 很受益 法师师 刚才就是 对于学生和老师的这个 关系 是不是有一些别的思考 是 是 是 对 我是觉得就是 呃 对 呃 呃 呃 我呃 地址目前还没有太呃 其他思考 我学校教化一下法师的回答 我在 在 在 在提出一些思考 可能我反应比较慢 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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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个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接受 所以 哦 我给大家回应完了 可以再继续 大家探讨一下 那刚刚您有提到啊 说 没有信宗教的呢 有时候人家胸怀啊 很大 甚至比信宗教的人还大 其实人呢 都有在过去生的 涵养的 可能他还没有遇到 宗教啊 或者遇到传统文化 但他过去生呢 心量就很大了 修养就很好了 好 那 有时候我们信了佛了 但是我们没有依教奉行 我们心量还是没打开啊 好 所以呢 有这个佛地址的名 传统文化的学者 学人 好 但是名不辅实啊 也还是有啊 所以也不能 着在这个表象上面 好 所以佛陀也有提醒啊 不清后学啊 你不能说 我学了二三十年了 今天一个新来的 你就产生清漫了 所以六祖 谈经里面讲 这个六祖 亲近五祖啊 当时候才二十几岁啊 二十四岁啊 亲近的时间很短啊 那这个神秀大师呢 清静几十年了 后来谁得一波啊 六祖大师啊 所以能不能清漫这个初学的人呢 后学的人呢 不可以清漫了 所以我们也不能清漫的 没有学佛的人 没有学传统话的人 有时候人家可能做得比我们还好 好 谢谢 陈鸿 好 刚才王真也有几手 是吧 这个都是非常用心的老师 有请 王真你几一下手 我给你开麦好吧 Lucy 哎对 要不然的话我找你比较困难 现在要三百多人 王有请 师傅好 大家好 刚才呢 我听到这位陈鸿那个学长的问题呢 我就正好想就是给您打打气 就是呢 我刚才又把手放下来了 我还有一点油患 对不起师傅 就说 我今天怕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看现在八点四十三分了 就是呃 就是我的表 过时间了 我就呃 说一两句给这个呃 陈鸿学长打打气 因为本人呢 在美国呢 也是呃 做老师的 就同行 yeah 然后呢 通过我做老师 我在初中高中教课 呃 上年呢 还在小学 因为我们学校呢 是天主教学校 也是基督教 就Catholic school 有五个学校 三个小学 一个初中 一个高中 就通过我在那个 这个学校里的 我的感觉哈 就说咱们这个传统文化 怎么弘扬 那太多了 我就说两句 就是给您打一下气 这末学上个星期 是呃 就是参加了一个 我们这个威斯康星州的 呃 这个中文老师的聚会 要开两个小时 这次聚会挺失望的 就是说在一个餐厅里 挺高级的 其实我没想去 我也不想去 第一我吃素 第二大家聊的 都不是传统文化的老师 就是中文老师 那最后我就纠结来纠结去的 他们说方老师 你过来吧 过来吧 我要开两个小时去 您知道吗 我就特别珍惜 我这时间 我一想去 那我说好 就随行顺众生哈 我头一天晚上 我就把转天 给别的学生的课看走了 我就不能上了 但是我在家 就准备我的东西 我先做功课 我第一准备了一兜子哈 那个 Daniel 给妈妈拿个包来 然后我就那个 拿了那个一包 那个中英文的弟子龟 我还准备了一包 刚刚那个 洛杉矶竞争学会给我寄来的 英文的两盘四讯 其实我非常珍贵那些东西 但是我也得就是 就是给他们 就是这个就是有用的 你知道吗 然后呢 嗯 那个把妈妈那个车里的 那个箱收纳 然后呢 我就带着那个了 然后我还带着什么呢 我还带着这个 海伦老师 那些加拿大给我的这个 孝金尊师的笔 还带了呢 就是一些加拿大弟子 归给我的书哈 就是 我那天回来带了很多 我做好了这功课 我还带了那书签 写的就是感恩词 感恩天地自养万物 感恩那个 就这些 我自己做了塑峰的书签 我就做了这些 还有那个为天地利心 为生灵利命 这小书签 我就带着 我转天就去了 OK 谢谢 你看我这书 车里的我还在这了 还有好多了 就是我带着这本书 你不要在这赶紧 你看 这就是两环四线 中英文的 再有这个呢 就是书签 你看哈 感恩词 就我都带着 我就带着这些啊 然后呢 我就带着我自己 做的这些书签 什么为天地利心 为生灵利命 什么那个 利和同军的 就这些小书签 我自己带着 关键的我带着 还有很多 就这是最 最美国最棒的 就是 你看这一书 弟子龟 特别金贵 这是那个 香港扩特协会 寄两项 您看 就是顺便说一下 这是范鲜宇 妮奇 捐了一千美金 我弄的这些书 哎 这些我都带着了 然后我带这些书呢 我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 我也没敢拿出来啊 因为人家都是中文老师 尤其像您刚说的 他没有教啊 不信什么 这些都不信佛教 我们也 他刚才 我就有人说 哎呀王老师 那个我特别得意 上次 11月份咱们见面 用了您说的那些 那个 小tips啊 就教我一些啊 我给学生一用 我现在真的不错了 也都交作业了 我跟他们关系也好了 所以原来我就说呀 那个我这大学生 可能用这套不行 王老师呢 都是小的孩子 所以呢 那个就关系不好 就这个师徒入父子 那个这个说这话的人呢 是北京人 蔡老师 也是蔡老师 他是那个 米娃皮大学里的 他今年呢 我给他一点 那个小吃小喝啊 或者是 王老师提的一些小建议啊 怎么对同学 就特别好 就这样子 然后呢 他大家就问我 哎那你怎么让他们这么高兴的 你怎么让 就是跟学生的关系好 怎么问我 我就给他们介绍了 就是我得益于师傅讲的 师傅原来讲课就说 有的学生早晨不吃早餐嘛 要准备点营养 营养的一些小饼干什么的 这个我就可以做到 早晨学生不吃 哎呃 你周末过得怎么样 你今天早晨怎么样 你吃早餐了吗 然后没有 就给他们早餐 也就是说 这个就是师徒入父子 哈 就说你对自己的学生 要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有的时候 他很晚的让你做事情 哎 叫我写什么东西 给他大学写推荐信 我都晚上十点了 你就告诉我 今天晚上过期 我真的不想写 我刚从芝加哥 回来开三个半小时 他说你要不写也没事 但是我现在在 哪个哪个大学了 我明天要这个 他说对不起太晚了 我当时洗完澡 想我不写太晚了 可是我又一想 如果这是我儿子 申请大学奖学金 你说我今天拼了 老命也得写呀 那我就洗完澡 自己下来 我就洗 洗完最后 改了弄弄了 改了最后 我都自己满意了 我就出去以后 快两点了晚上 那转天我上班呢 礼拜一 就这样 所以转天 那学生一到呢 那个学生的 一米八那男孩的 美国人 一到呢 他有学校门口 班门口就 对不起王老师 我欠您的 就有那 我说打打打 打猪鼓 我说的 赶紧进去 咕咕咕咕 该上课 上课 反正我跟他们就是 就是 就是像家长一样的呀 但上课挺规矩的 我就想通过这一点事告诉您 就说那个 你要自己有信心 还有对不起 又扯远了哈 就这个事 然后那个老师就问我 你怎么让你学生开心的 然后怎么回事 而且大家特别头疼 在美国教书 跟家长关系不好 家长关系不好 你在学校就倒霉 为什么呢 美国的学校是学店 它不是学校 像私立学校 学生不高兴 他走了 那你就没前证了 老师当然就没饭吃了 对吧 那就我说 我跟家长的关系也好 特别好 他们说 那你怎么把这个校长拿下呢 我说拿掉 校长拿下 我说那是更简单了 我说那校长 三个学校校 跟我都特别好 那你怎么搞的 我说你就把学生教好啊 学生不头疼 不给你麻烦成绩好 家长高兴 那校长就当然乐了 对吧 就有一次校长开会 就是家长 那个校长 那个老师都投诉 张三不行 李四不行 那你要溜急啊 那校长头都大了 高中学校 后来校长就说 你看就Lucy吧 这个怎么怎么着 Lucy讲了我两次 我特有害 我心想你别说了 别树敌你知道吗 他们就问我 那你怎么弄的 我说我就是一个字 我得益于谁呢 我的偶像 我这一生真的没有偶像 就后来我近年来 有一个偶像 就是许哲 那原来他讲完了 大家都问他 我给您 就是我有个问题 我怎么对我这学生 怎么样怎么样 那许哲老 老菩萨就说 就是一个字 你要爱他们呀 哎呀 我觉得这个字太得意了 就是爱他们 所以呢 学生成绩也挺好的 你跟家长也好 为什么呢 家长感谢什么呢 所有的家长都说 都感谢这个小白本 因为美国人不知道 弟子归嘛 他就说 哎呀我的孩子回家 怎么怎么样啊 怎么怎么样啊 我问他为什么 要对我这么好啊 早上又给爸妈妈 冲咖啡啊 给我们俩领到桌子上 又有点心呢 他说的 因为我们学这个了 然后转天 老师要问你 你周末过得怎么样 你怎么落实到家里那条了 你落实在哪了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们说的什么 好多家长来找我 说特别呀 感恩 王老师你教他这小白本 你知道吗 就教这小白本 我这小白本是 孔父子的 是中国的文化 大根大本 就这孝亲尊师 我就给他们再讲开 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个 那天聚会的老师 吃了一顿饭去 回来说 王老师 你怎么搞定你校长 你这怎么这么开心 看你老是开心的 我说就这本 哎呀王老师 我能有一本吗 他上次不给咱了吗 我说都别急 我就后头就 就一个包 那个包就是 Lisa老师给我的 外面写着那个 加拿大地的规 那个照片什么的 我就拿来给他们这个 每个老师都要 就给学生 老师说的 那我说老师 你就不用了 老师我有老师的 这是给学生的 我老师有中英 我有中文的 都是李老师那天在家给我的 哎 我就把这放给他们 我说老师 他当我讲的时候 我把这搁在那个教室旁边 让他们随便看 我说这看不了 我是首先 因为美国人也不懂 他说我也不懂啊 这都是大学老师的 三个呀 我说的 您哪先把它学透 学懂 我说我不知道 他们今天在不在 我说而且呢 你想不想学论语 我周日有论语课 我说我们有论语课 你要上这个 都是蔡老师讲的 我说 哎呀 他们特别高兴 高兴说 那个感恩王老师 感恩蔡里绪 蔡老师 就这个 我说老师看这个 因为老师不要这个 这个太浅 这个呢 又有拼音 又有英文 又有中文 我是这个学生 所以这个呢 就您看哈 就是您说 您传统文化老师 没市场了 没工作呀 I don't think so I don't believe so 因为 我市场特别大 为什么呢 我们没给自己 写个标卡 我是传统文化老师 我没写 我没 我没跟任何人介绍过 我是佛弟子 我干嘛 我没有介绍过任何东西 但是他们都很开心 我就把这法宝都给他们了 我说别着急 你挨个儿都有 哎都有 我说如果不够的话呢 你们再找我样 下次咱们再见面 现在又有跟我预定的了 还是两个小时去他们的 就说 也就说什么呢 哈 我们把传统文化 把这些文化 我们都哈 我自己写了哈 第一是什么呢 像师傅说的 要学通 学通以后呢 因为我的 我的学问也不大 我就是大专毕业 第一要学通 第二呢 要表演出来 表演 表演出来以后呢 你还落实 像我们自己都做到了 他就问你 你怎么把跟校长这么好 你怎么跟校长的好 我就这一个本 然后 然后我说我这个 你千万别扔啊 你要是不要的话 可以退货 但是我说这个人 这个谢谢 谢谢王老师 他心得特别像泉水一样 对不起啊 赶紧大家时间了 对不起 但是好人做到底 受佛送到西啊 那个 陈鸿仁者 您有要提问吗 我们好啊 首先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啊 那是很受益 我回去也在消化一下 然后刚才陈鸿老师 沈德卡事业部罪的问题 就是说 有没有什么更加探讨 我想了一下 我觉得 还是有更加探讨 就说 我们这个父子关系 他其实是一种 父亲对孩子 是一种全新的付出 无有保留的付出 对吧 他是这种非常真实的付出 但是 老师的付出的话 其实说 说实话 老师其实 还是有所保留的 比如说时间 可能他觉得下课 就应该是我自己的时间 我不会再付出很多时间 包括一些核心的一些利益 比如说 比如说 老师因为有自己的社会关系 他可能 你刚才找工作找老师 老师可能也不一定会 很愿意 很愿意动用他各种关系来帮你 就是 就是 就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说 就是比如说 还有就是依法不依人这方面 就是说有些 比如说像 像有 有些最深的东西 老师有时候可能也还不愿意讲 那这时候 可能有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起了深的问题 有的时候可能也是老师 希望有所保留的 所以我认识 我要把什么样 这段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跟刘和 把这个深的对抗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有些很深的一些理论 老师有时候可能也不愿意说 嗯 有人有时候 可能说实话 可能 就是说 慈悲心没有很 有些法师那么强 我这也是说实话 就是 嗯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该如何对待 比如说像以前 川普讲秘法的时候 是口吐鲜血 当时是为了传秘法 有汉中的弟子 但是 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 可能要这样的 非常真心付出的老师 所以我想问一下 这个时候该如何对待 阿弥陀佛 好 我们刚刚 有讲到这个 五轮十意 这个意就是应该的 那 老师跟学生 虽然没有在五轮当中 事实上 他这个角色 几乎跨了好几个轮 好 你看有时候像 兄长一样提携他 有时候又像朋友一样 鼓励他 有时候像父亲 一心成就他 这个在应主啊 他的教诲当中都有提到 虽然没有列在五轮呢 但是他有好几轮的这个精神 在里面 好 那 五轮十意啊 意就是应该的 好 所以现在 比方说当老师的一些情况 那这些老师 他可能也没有学过 理系学技啊 他也没有学过 孔子怎么当老师的 有教无类啊 因财失教啊 所以这个也不能怪这些老师 你说老师应该做什么 他可能也没上过这些课了 我们是因为遇到老和尚了 我们才知道当老师应该 尽这些本分了 不然也有可能就是受这个整个 风气的影响 那也只是一个教书匠而已啊 那当老师 你可能生活 都蛮安定的 这是福报 可是假如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本分呢 那这个我们是有责福报的 甚至我们假如还交错了 有误人子弟 那这个要负因果的 好 所以 这个 当然不是说我们当老师的 那 所有的时间都全部都要给学生 然后自己都没有 个人的生活空间 也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一个老师有自己的家庭 他也要给学生展现 怎么敦伦敬奋 怎么经营好家庭 经营好他的生活 作息 这个都是表法 你不能说当老师的 当到最后壮烈牺牲 是吧 趴下去了 所以我最近有胖一点了 我也从中学习 改性格 不能太逞强了 你包含说社会关系 老师也不一定给学生用 我感觉当老师应该还是 要成全学生 帮助学生 但是 他还是要慎用他的威性的 是吧 你说这个学生不认真 学习啊 做事啊 那你还给他写推荐函 这我不写 是吧 我们也要对他负责 对这个社会负责的 以前的人推荐人啊 你要写个品学兼优 那你要负责任的 是吧 人家因为你的品学兼优 把他重用了 最后把人家公司给搞垮了 那你有没有因果啊 这些 我想都还是要 有理智去应对的 也不能够感情用事的 都要卑制双运 好 那你刚刚说 有老师不愿意说啊 那变成你 你自己藏一手啊 那这个有过失啊 老阿上讲这个 拥舍方数 你今天手上有一个药方 可以帮助现在的人 你没有把它 你没有把它 拿出来流通 把它埋到棺材里面 这个有过失的 那更何况我们当老师的 你没有尽力的 去把你所学的 去供养给学生 你还留一手啊 那这个本身是有过失的 好 这个 以上 做一个回馈 好 那今天我们先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